在英國的偏年史中 中世紀有一個關於綠孩子的故事 綠孩子顧名思義 就是那些綠色皮膚的小朋友 他們是外星人 精靈 還是 是一些我們人類還未曾知道 還未曾發現過的生物呢 歡迎大家來到《小興奇談》 我是賢文英 那些神秘而未知的事物 總是吸引著我們的興趣和好奇心 其實這樣說呢 又不是很準確的 因為在文英的印象之中 又不是真的有那麼多人 會對這類話題感興趣 但不要緊 因為至少我很有興趣 其實那些人是沒有興趣聽你說的 若果在國王史提芬統治的年代 某日在英國薩福克棍的田園裡面 出現了兩個全身膚色都是綠色的小朋友 一個男一個女 或者是出於恐懼 原本的黃金的農夫 一見到這兩個瘦猛猛 膚色又那麼異常的小朋友 就夾手夾腳 將他們捉起禮 不過有時候 都不知道誰怕誰了 因為這兩個小朋友 在被人捉住之後 就哭起上禮 而且還哭得非常可憐 喂 如果你真的在街上 看到那些綠色的人種 你也別說不得人害怕 不過看到又怎樣呢 其實我們除了拿相機出來 拍下相片 放上社交平台 又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做到的 當時的人 就捉起了這兩個小朋友 然後怎樣呢 放心不是吃了他們 不過 其實當時的人 除了困住他們 觀察他們之外 又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做得到 那可能你會問 為什麼不嘗試一下 跟他們溝通呢 因為那些農民發現 這兩個小朋友 根本就不懂得說英文 也不肯吃村民餵給他們的食物 咦 不過他們 有一樣東西是會吃的 就是豆了 當時的人 觀察了這兩個小朋友 一段時間 發覺他們除了膚色比較奇怪之外 對人似乎沒有什麼攻擊性 也都不具備任何神奇的法力 於是就決定接受他們 成為村莊的一份子 還帶他們去教會授禧 其實我又覺得 當時的人 都算是挺有愛心 挺文明的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男的那個小朋友 又為不太適應到村莊的生活 所以很快就過了身 相反女的那個呢 就適應得很好 不單只習慣到當地的食物 奇怪的是 她的膚色 還慢慢由綠色 變成肉色 接著重要 她還學會了 一種文英很差的技能 就是講英文 喂 為什麼說英文這麼重要 不是因為要考Tofo 考IELTS 而因為我們可以從她的口中 知道多一點點 關於她們的資訊 不過 其實都真的只是多一點點 大家聽完下去就會知道 究竟她們是從哪裡來的呢 火星 金星 還是冥王星 原來都不是 據這個女生的說法 她們原本是來自一個見不到太陽的國家 叫做聖馬丁國 那裡的人全部都是基督徒 咦 那為什麼她之後又要領洗呢 以前的基督教 不是在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就已經接受水禮了嗎 她們形容她們住的地方 有一條很闊很闊的河流 而河的對岸 是一片充滿了光的地方 那女生還說 她們原本並沒有打算來到這個村莊 她依稀記得 她們當時是因為蕩失了路 誤打誤撞 走進了一個山洞裡面 誰知出到來 就看到刺眼的光芒 然後就被人抓住了 其實有關她的資料 只有這麼多 不過關於這段歷史的討論和假設 就一直都沒有停止過 比較早期一些 有人提出聖馬丁國 可能是一個精靈群體所統治的王國 而來到更代 由於外星人和UFO的話題開始興起 所以也有學者 嘗試從外太空文明的角度 去分析過這件事 不過在文英比較過之後 都是覺得寶羅哈里斯這位歷史學家的看法比較合理 他提出了一個跟我們古代桃花園記很相似的看法 寶羅哈里斯認為 這兩個綠色皮膚的小朋友 既不是精靈 也不是外星人 他認為這兩個小朋友 可能是來自一批因為要避難 而選擇離開文明社會的古代基督徒群體 哈里斯覺得 或者這個所謂的聖馬丁國 自於一片位於薩福克郡的大森林 他推斷就是今天薩福克郡的塞特福德森林區 所以由於這個族群 長期生活在一個陰暗的環境之中 那麼膚色 就好像會跟我們存在著差異 當然他們是一個選擇避世的群體 但不懂得英文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麼來到今天 還會不會有類似這樣的族群存在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 魚鷹殿為什麼要叫魚鷹呢? 魚字有什麼含意呢?